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今天也感谢我们几位的一些专业跟一些长官 以及各位伙伴 那今天我很荣幸获参与黄先生 举办的2024年天阶居导海洋永续的区业诚信论坛 我们知道海洋不只是一个地球上一个广阔的一片影域 也是很多我们旁人的一个浪雨的生虫 小到大一个病脉 但近年来因为受到一些污染 还有一些过雨的现象 以及气候平均等于挑战 对海洋生的存在发生的挑战造成威胁 那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类的一个生活环境 跟未来的发展 那我想我们为了保护着海洋的一个环境支援 我们情况现场一直在推动 海洋生态观光跟一些游戏的热源的业绩 那新政府农集的农集也对总苗厂 也努力在台湾也呼吁了大概有0.3公尺的一个山湖礁 也造成一些跟业者来领略做一个结盟 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吁区 也让人家感动跟鼓励 那在同时我们希望多对公众 对大家的教育让我们知道说 对海洋保育的意识跟重要性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对海洋的行动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多过今天的一个 企业的成绩论坛 还有其实我们的协数界 以及一些我们的业界跟我们的伙伴 跟我们的公务人 包括对整个的企业成绩跟海洋生态 还有環境勇气等等社会责任 对核心价值呢 我们销售整理 然后盘点 对整个外国做一个整个施政的 业政措施的方向 那感谢今天各位长官跟伙伴来 来参加深谓 代表我们前县长来做这样的表示 那等下一些我们的论坛 我想我们制造成绩来做成绩的进行 谢谢大家的谢谢 好像是闻到我要讲话了 就是今天我们与谈的第一个主题 大概就是在经济群 所谓商务交富裕的时候 我们打造了海洋生态 风风乐园的同时 有哪些管理方案呢 是可以有助于我们旅游业者的发展 跟我们海洋永续 这样的一个议题 首先呢非常谢谢我们地研组 在我们甲长的一个带领之下 协助我们冯县政府 在群立这非法捕鱼这部分的一个成效 也真的做为我们所谓行人安慰的一个后盾 让我们在制法过程当中呢 能够折旁满 甚至抵护旁满 那我们知道渔业呢 跟方方出北线的两个命脈 那我们知道渔业制约的铺茧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海洋富裕的工作 包括山路交流富裕 其实山路交流富裕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7亿的一个富裕呢 改善 其实不管是航湾 不管是三岁港 或是旺安 境外渔等等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而现而灭 希望它串联了所谓的带状也好 变成了一个大命迹 希望未来就是我们渔业之灵的一个富裕 这是一个终极目标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跟所谓的生态旅渔 它才能够关心 我们知道在这过程当中 所谓的山路交流的一个海洋乐园的一个过程 其实让我们业者 每年有6万多人次的一个旅渔次 达到的所谓的经济效益有6千万 那这个过程当中 有社区有业者有政府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吴老师吴教授 他在这个跟我们业者的陪伴 跟社区的陪伴过程当中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默契 让政府跟业者跟社区呢 互动非常的Smooth 也非常的融洽 但是这个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都要长时间产生的一种故性 那我们知道这个 国际生态旅渔协 他定义所谓的生态旅游 他说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温模式 他顾及了环境教育 并维护了地方处理的福利 是一种强调生态保育的观念 并以永续发展为最终的目标 所以生态富裕跟我们整个一个管理 我们最主要是以永续经营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我们还高属我们王主长 我们就海洋永续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做管理 在管理这个部分呢 待会我就叫我们王主长 那在所谓的企业诚信 所谓的业者诚信 所谓的业者诚信 所谓是他怎么跟这个环境产生的互动 他怎么来遵守 怎么来做相关的环境管理 其实最主要的目标 还是一个永续利用的概念 我们希望我们的业绩资源 不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选公司的效果 我们希望至少他停整 至少让他环境好了 维护稳定的时候 他可以再往上来提升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 为我们这个机会 这样给一个一题 那首先就叫我们王主长 就在法律方面 可以给我们业者 怎样建议给政府 给我们农业局的一个 管理上面的方向 谢谢 好 谢谢局長 那个补充跟说明 局長刚刚提到 是一个海洋 身份都要性量高的地方 那我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现在推海洋防御法 所以我都感谢局长 给我们的机会 稍微多说明 那像刚刚其实检察长 提到了 膨胖和鱼业资源的问题 但是鱼业资源的减少 是不是还都只有 来自鱼业的问题 还是可能有其他的 不管是污染开发 或有其他油漆材能的破坏 那我们当初 在定强地排防法的时候 一开始当初说 国内法令已经很多了 何必要跌床架入 那当我们剧中 一一检释过的时候 比较看到就是说 渔业法是比较以 渔业管理为主 它比较没有 麻烦到渔业以外的行为 但是可能对海域造成破坏 那像很多人可能反映说 欸山虎 山虎交很重要啊 但是 当一破坏山虎交 没有法可以罚它 渔业法好像没有办法 好像没有办法 那回过头来 我们在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海龟必须要被很严格的保护 金屯要被很严格的保护 但是除此之外 对于其他非保护類动物的时候 相对像我们刚提到的 我们关心比如说车取背 或山虎或其他等等 但其实 法治是有限的 这是为什么 幻灵业的海龟域法 那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在听到很多 邦谎老师们在提到很多 李海的精神跟社区合作的时候 也让我想到说 我们的海邦法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条文 十九条 就是关于这些富裕和工作 那我们希望这些富裕 不光光是中央到地方的 事业主管机关 也包括民间法体 可以一起去合作 那当我们去做富裕 过程当中 可能会碰到说 我今天画 画了这个地方 去做富裕之后 能不能好好有效的管理 那这时候就回到 我们的海邦法里面 有一条文提到说 我们针对这些 不管是有性行为 人为的财股 其他的海域开发 或者跟海洋生物资源相关的事项 如果我们经过审议会的机制 可以去做到 可以去达成一些广式事项 因为我们过去碰到 就是交互 观光单位很喜欢 大家去观光去游戏 但怕那游客 可能因为一些 知识或能力的 破坏 其实没有法规的 那我们希望 透过这刚才到 审议会的概念 我会邀请地方上的 相关的利害相关者 不管是游民 油气液展 民间团体 环保团体 工部门 甚或是我们透过一些科学调查 比如说告诉我们 我们在什么地方 应该放哪些物种 我们在什么地方 可以种山 可以种海草 或者需要哪些管制措施之后 透过这样子一个审议会 共同公民参与的气质之后 达成保育计划 跟富裕计划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海洋保育法去落实 那也可以避免其他 可能对这个计划不熟的人进来 破坏这些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心 去管制的一些保育计划 我想这是第一点 在海洋保育法里面 希望可以帮得上忙的 就是我们透过公民参与的 审议机制 去推行这些 里山里台的想法 那第二点 我们其实 有很多海洋保护区 那可能各地的海洋保护区 搭的想法 做法目标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海洋保育法里面 就有个海洋保护区的 一个管理政策 希望可以更有效 去整合这些相关的机关 有一点点类似 刚刚讲得导提到的一个 针对非法游业的平台 那我们的平台就希望 针对这些比较整合性的 海洋保护区的管理 可以保护到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海洋资源 渔业资源 相关的产业界跟团体 达到一个整个游去利用 那甚至我们希望 可以有个新的 海洋庇护区的机制 如果哪些其他地方 我们看到生活浪漫性很高的 但是还没有被化 保护区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通过 省医院把大家 大家都邀请过来 一起去讨论 这个地方的价值 是不是值得很快 并不去 如果值得很快 我们怎么去化 有哪些如果生活浪漫性很高的地方 应该高度管理滑滑核心区 让大家比较不能够进去 那达到保护目的之后 一群资源可以外移 你可以在外面做 缓冲区带 有序利用去做资源利用 不管是游气行为 有序观光 或者是游业利用 各式各样的行为 就可以去做 那我想是希望 透过海洋保护法 可以从更广泛的海洋利用 从不同的利害相关者 搭成一个公民参与审议平台 来达到整个海洋生物资源的保育 那把海洋生物资源保育下来 其实相对应来说 整个产业就有机会 可以有去利用 那我想其实刚才讲很多 怎么样 可以跟大家互融的概念 那我想就先介绍 我们的海洋保育法 这个利用 谢谢 那接下来是不是 请胡教授 针对所谓的企业诚信 就是我们业者在经营 在利用这个海洋 这个生态环境的时候 应该有些责任 所谓企业责任 让这个能够有序的一个经营管理 谢谢局长 那我就用山水这个案子 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局长所提到一些 有关于企业 甚至于社区 这一块我大概做一个说明 那其实我们去年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有很多的业者都有产业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 其实想法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社区也好 大家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觉得邻居共识 最主要的就是 你必须站在一个 能够不公心 就是说 没有实心来做这些事情 开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 我说 我来做这些事 其实弱不疼不疼 因为到时候赚钱的话也是业者 但是呢 我就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像刚才局长李琪提到 我们山谷礁的特律 其实不完完全全是为了做观光 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回复那个气体 你今天放了再多的鱼 再多的物种在那边 你没有那个健康的气体 其实是白错 白大 所以 业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观光 而是说 怎么样去保护这个气体 才有办法永续的经营 就好像我们在发展休闲营业 没有营业也没有休闲 没有渔民也不会有渔客 那哪一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要先把它定位出来 把它弄清楚 所以 不管是像保雅 它善进它的企业社会责任之外 我们当地经营的这些业者 它其实更需要去善进 它的社会责任 那所以我相信 很多业者当中有个共识 而且在还没有开始的今年 就很多表示要认了 要去做这些事情 甚至于去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他们希望能够 让这个事情能够有成就 那我相信 在三个之外 其实 类似这样的模式 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开发和结果 像今年 花安就有一个业者 也来找我们 希望能够在那边 露玉山不交 那我们也开始有一些接触 比如说 我们希望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花安叫巴扎 那巴扎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想到的 就是说 像这个张美歌 我们在做每一个设计的时候 其实都希望它有一个一体性 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根本 就是说 我们希望 我刚才在讲到海洋 海洋的经济 绝对不是说说就算 我们希望参与的人 都确实去实行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能够在公众上面 可以接待的安全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还是用农集 前去讲个人 拍报署的 王首长特文副教授 其实我们希望生态勇气 然后造一个礼物 还有一个乐乐的环境 相当的一个期待 可因为莫远跟生态 气体的肯定 跟温度的肯定 造成我们整个海洋的考验 所以刚刚提到说 光风发展 会带动自己的理由心态 光旗有一个水雨季 好动管理办法 它能够落实生态的有些更管理 譬如说 最近发生的 七明天以外 的一个山路交流接触 那怎么去固断这一条 我想说 我们在座有我们公固人 我们业者 我们的学校 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们希望保在执行 交易坚固 我们定做来对我们的 人生态 上海交流呼吁 来做交流 可以一百个推动的努力 好 我们谢谢三位的提示 好 谢谢 主持人 陈蔡秘书长 陈检堂长 王署长 吴教授 陈清明 各位贵宾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好 那针对第二个议题 我们首先 先从国际透明组织 所做的 清理印象指数的调查来看 那台湾过去十年 平均在每年大概 一百七到一百八十个国家当中 排名大概都在二十八名上校 虽然刚刚属长 刚严特殊属长有讲到 虽然我们位居前段班的国家 就是青年度比较好的国家 这位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前段班的 可是实际上 我们跟前十名的国家 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这部分是可以留在下一次再探讨 那我们从前十名国家来看 前十名包括了新加坡 瑞士 芬兰等国家 他们在企业反贪的努力 是值得我们去关照 关注及学习的 那他们普遍采取了几种方式 第一个国际合作途径 透过这个途径 然后来企图 防止企业海外行贿的一些行为 这是国际行为 第二部分就是说 它是落实企业诚信跟行政透明 这个是非常落实去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就是在公司协定 然后推动企业的计划制度 还有实行一些企业反贪的宣告 当然除此之外 比较特殊的是新加坡 那他们制定了相当严密的一个反贪腐的一个法律 是同时适用公司部门 但他们起诉的对象 以公司部门为主 为主要的来源 然后另外就是说 他起诉的定罪率高达95%以上 那我以111年度 开图起诉的人员来看 其中152个人起诉 148人是部门的人 有四个是部门的人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青年度高的国家 他们对企业反贪的努力跟重视 是只有我们去学习的 那我们回头过来看再看台湾 其实联政署也依许 联合国反贪复公约 推动了一系列的企业反贪的一些做法跟措施 像我们在集团成立的重大财购联政平台 那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建立一个公司部门的沟通协调的一个机制 另外也推动了行政透明的一个措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跨运合作 然后来办理一些企业反强的宣告 还有像是企业程序论坑等 那第三个是 今年联测组准备事办的 就是企业服务的一个平台 就是针对企业一些需求 中小企业的部分 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一个伙伴的关系 然后看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平台 这个是我们今年准备事办的 当然我们在推动企业反贪 它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企业能秉持诚信透明 还有法律追选原则下来进行各项的经济活动 所以经济活动也包括以上就是海洋永序 海洋深 还有海上休息 船舶管理等等 这个其实都涵盖在里面 只要有企业的经营 只要有经营的经济活动 我们都把他涵盖在里面 如果能够按照原则去进行的话 我相信公司部门一定能够创造双赢的局面 那究竟公司部门要如何沟通协调 跨用合作 来推动企业诚信 还有法律顺群的工作 就是我们舅舅 财经理跟舅舅长提出一些建议和看 谢谢 我想谈到海洋保育 还有谈到法律尊权 这个几个议题 其实他所要牵涉到的法律的层面 非常的广泛 除了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营业管理以外 其实还包括刚刚处早指定到船舶管理 还有包括海洋污染防治 还有包括人口海域走私偷渡 这些议题 其实也都跟企业的法律尊权 也跟海洋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那我想这每一个法律议题底下 其实也都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指定 像以海洋污染来讲 除了我们刚刚几位 像刚刚海域保守防处长提到 海域工程的污染 海洋废气物的污染 还有水下灶温的污染 空气的污染 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 来自于路上污染源的污染方式 路上污染源包括了海河川的污染 还有一些废气物的污染 所以从这些很复杂的这些法律议题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讲到海洋保育 其实涉及的企业 不只是跟海洋营业 直接相关的航运业 营业或者是养型业 甚至路上的制造业 参业业观光业 其实也都必须要去遵守 海洋保育相关规范 才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海洋保育的目的 而海洋保育呢 其实它也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一些治理议题 那刚刚也有几位 也有主讲人有提到 就是它包括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 以政策方向要怎样去整合 产业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防御之间 怎样的却和平 还有社会各界其实对于海洋怎样去利用 其实这些观点是有些冲突的 那这些都需要经过一些很复杂的一个沟通 协调整合的工夫 建立一个社会理智的共识 才有办法真正去达到 那这个相关法律规范 所要去永续海洋環境的这个目的 那其实政府机关订定各种法律 去执行的时候 政府机关的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在推动相关的政策 相关法律的时候 一定要引进民间的力量 去倡导庆宴的社会责任 才能够伤到五次半功倍的这个效果 那企业社会责任 其实刚刚的一个报告也跟我提到 那这个议题跟海洋保密的议题一样 其实它是建在目前国际移制认为一个共同的趋势 那怎样让企业在刚刚手提到很多很复杂的这个法律架构底下 去有效的去遵循各项的法律规范 好避免可能因为违法以及一些法律风险 产生一些弊端产生一些损失 其实这时候其实政府部门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也是政府部门择护贷的义务 那就如同刚刚陈书长所讲的 其实公司之间一定是要携手共同来努力跟合作 才有办法把国家整体的竞争力来提升 才能在国际社会里面立足 那至于公司部门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呢 我这边有提到提出来几点建议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想公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说 这么多的法令怎么样让企业能够了解 必须就各种的法令要加强跟善进 跟企业沟通补打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监督企业 能够遵循这些法律规范 让企业在发生法律风险之前 就能够先率先防范 发生这样的一个弊端 还有呢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庄署长会提到企业跟工部门之间 怎样去互动 这个正确的人力关联 也是政府部门必须要去跟企业之间做沟通的 主要可以避免 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贪腐的一些风险 那有关于企业的素贪的部分 当然我们政府部门一定要推广跟宣导 正确的经营跟创业的一些理念 避免公司治理的时候 避免公司治理的时候 企业治理的时候 违反了一些税法 或是违反了一些相关法律规定 或者是任交法之类的企业弊端 政府部门也要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 就是要主动结合企业 建立一个公司部门伙伴关系 这也是刚刚一开始庄署长有特别提到 公司一定要互相协议成为一个伙伴 所以这个有刚刚陈总长也有提到 其实有很多在透明指数表现比较良好的国家 其实在这个伙伴关系的连结上面 也都表现非常的突出 那还有最重要的是说 政府部门也必须要建立一个 有利于企业成心经营的这些企业 或者是确实有些遵守法律规范的 法律遵循的这些企业 要给他们这些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建构一个积极变明的机关 强化提升效率跟提升行政透明 不要让这些遵守法律遵循的企业 反而因为遵守法律 处于一个不利益竞争的状态 这个也是政府部门必须要去尽的义务 那在私部门的部分 我想也可以从几点来主顺 那刚刚其实庄组长还有我们刚刚才经理 其实也都提到就是 企业一定要建立一个诚信经营的文化 就是要把这个诚信 作为整个内化成为整个企业的文化 好 那同时呢 企业也应该去盘点就是 在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登策里面 可能会碰到的这些法律规范哪些 那可能我们企业在经营上 会产生违反法律风险在哪里 然后建立一个相对应的一个 诚信管理措施跟流程 那最主要的也要建立一个内部控制 跟基本制度 这个刚才经理有提到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公司 确实遵守相关的法律規判 旁犯弊端 那同时我们也期待 这个私部门 亲眼这边能够也跟政府机关 维持良性点的沟通 如果发现政府的政策 有需要导整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修法密件的时候 也可以积极跟政府部门来沟通 形成一个沟通的良性循环 那以上是我提出的几点建议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我要提出来就是 呃 呃 大家知道这个张东萌先生 他创立采集店的时候 其实他同时树立了四个企业价值 这四个企业价值就是 诚信、承诺、创新、跟信任 第一个最重要企业价值就是诚信 那也有人说 其实台积电最重要的资产是 从他的财报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他最重要的资产是企业诚信 那其实张东萌先生 他也在很多场的 甚至在他书里面 也一直在强调说诚信的重要 那我们也期待说这个企业也能够尽 也跟财机店一样 能够建立一个企业诚信的企业价值 然后善尽社会的责任 那在促使企业永续见解发展 同时也能够这个永续环境的发展 就像这个日月光集团 现在目前努力的目标跟策略是一样的 这样子才能够提升整体台湾的国际竞争力 让台湾的这个互国神山企业 不是只有台积电影家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跟上这个国际化的考虑 成为互国神山群 群山 那以上是我的对这个议题的一些意见 提供给大家的評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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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从企业的角度啊 补充几个点 其实现在企业的经营啊 不管是说像台积电影月光这种 这么大的事业体 或者是说很像在座各位 可能很多是属于我们通常企业 其实经营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经营环境 另外一方面是刚提到很多法尊的议题 其实我们在讲法尊的时候 诚信可能只是其中一小块 那我想各位经营企业的话 第一个劳工法你要遵守 第二个环保法你要遵守 第三个还有很多 比如说原文字里面会计财块 其实坦白说这些都是企业营运很重要的一个成本 那再回过来讲就是说讲到诚信 其实诸文章老师所讲的 其实现在的私部门板刊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私部门在板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在于说私部门其实没有所谓的调查权 那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遇到有一些例子是 可能比方说有外部的举报 那外部的举报我们可能要透过内部的调查 可是内部的调查其实因为毕竟不是像检票机关有很多公权力可以行使 所以相对的在做法上面 就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那另外台湾可能也没有像比方说美国FCPA 台湾的话如果现在我们一般如果有一些员工有一些我们讲的不法行为 我们大概就是用背信去守 可是背信其实在法律面要去成立 以我们过去主理的一些案子来讲 其实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回到说 它为什么需要所谓官司部门的一个合作 就回到刚刚刚我们所讲的 第一个对法律的了解 其实像我们在法务部门啊 我们练法律系 但是你说对每一个法律系统的了解 可能我们过去练了明法行法 这个我们很熟 可是回到我们的收工场面 你去看一些所谓的消防法 建筑法 水污染防治法 其实那个都是需要更专业的背景去看 所以所以现在经营商会 其实会衍生很多的成本之外 更重要的是 其实跟公务部门之间的互动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 要去方法律系统是什么 而是在于说 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解读法力 而不要让企业陷入所谓一个违法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互动其实就变得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我们要有一些 比方说跟公司部门主动的一些合作 比如说我们在高雄 像针对资安这个议题 因为大家其实知道 现在很多骇客攻击 那专门喜欢针对那个上市公司下手 所以像前一阵子不是有同牌的子公司就被害 广业就直接被害客入侵了 那像这种题目一般来讲 我们在高雄我们就会找那个 阿务部高雄市的叫阿居南合作 做所谓的资安的联邦 那他们有一些情资可以share给企业 企业在这边可能有比较多的资源 或者是技术的一个协助 然后可以透过双方的一个联邦来做 另外就是像比方说跟法院 其实大家那个 表演讲 我们在高雄也是会跟 比方说强楼订阅 跟高雄订阅 一起去合作 推一些所谓国云法办的一个制度 那跟地检除的合作 其实也是比方说像 离业务业的保护 或者是把贪服 这个也都是必须要透过所谓公司协力 才有办法去做的出来 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案子 我不太可能透过自己内部的搜证 然后就能够把资料弄得很完 可能还是得透过外部的一个机关的力量 跟他的经验 告诉我们可能要往哪一个方向来执行 那透过这样子的合作 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那最后其实应该是说 回到我几个点 应该是说 第一个我们讲内控 内控其实是做在前面 也就是说我们 在做任何的一个移密行为的时候 你内控制要先有 内机其实是做在后面 也就是说这个机能有没有 发现什么样的问题 透过控制跟机能来建构一套 所谓完成的一个制度 另外就是你针对你的员工 还有你的供应链 这两块我们其实刚才讲了很多 比如说教育训练也好 观念宣导也好 甚至于说在很多的管理办法 跟制度面 其实都要让人工很清楚 这些就是不能踩合同线 这个其实在服务店里来讲 在任何外卖其实都是一样 诚信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其实如果在企业运作里面 没有了诚信 其实很多的事情其实做不来 那如同像我们刚才 其实我们一整年的采购金额 其实是上千匹 所以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 来卡控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那最后最后其实就是 诚信跟板谈谷 其实anyway 它就是属于有序的一环 它也是属于我们讲 内部文化的一环 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企业诚信这件事情 才会升级在不管是每个公司管理者 或者是员工的心目中 以上是我的补充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 我们一起来找到 财经理给我们正宫出场 刚听到三位的讲述 我想到我笑刚刚两点主持的会议 我们朋友的地方 在独行举光金融框 那边是一个有五蝶女 还有新草莓的时光轴 那吴晓彤在做丁统火山 最后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先中有三个 刚才在挂营 有一些厂商做得不错 也做得不理想 未来是国际 有了火靠区 也是有火店骨金跟历史建筑 所以它是有古典园 新草园 可是有些业者做得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们明亮也开一个 独行机关 企业建议的协调会 我希望说 你限制你的伙伴跟平台 对企业的一些辅导 还有一些合作 跟一些沟通 让他们有一些机会 能够有人潮 另外再加上多元的功能 那我想说 这个舞伴的角色 就是有伙伴跟平台沟通 我希望说 今天这个会议能够 这个相对的重要 我们先给大家一些谢谢 那我们先进行 好 就是 我想 今天我们来的 有这么多的专家 贵宁跟教授 那事实说 有 我们在座的 学业 老师 大学业界 有没有问题 要提论的 有没有问题 要提论的 今天上了这些 讲述这些 议题 有没有问题 要提论的 我们现场有准备宣导品 请大家有愿的答应 有 我发言借我宣导这些 我要请问一下 我听了一整个下午 好像你每个一切都很方便 但是我要请问一下 大陆来捕捞 你们有什么规换 有什么措施 你们都不要让它破坏伤 破坏海洋 让它整个误解 谢谢 这个我来回答 大家谢谢 提供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大陆越界捕鱼 因为我们 目前实际上 24海里 这是一条线 在十二海里 又是一条线 所以 只要 它有 一些捕鱼 包括这样的一个情形 尤其 我们现在就是 海巡所 它所承担的责任 非常之重大 我们最近也看到 今天发生的 这个 所谓的 三无的船 它经过 往下温的海运 但是 这个议题 跟鸿鱼 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 只能透过 所谓的 大岸处理 它如果 真的 偷往的行为 包括 它取证 确定了 它海巡 一定是 代案 来处理 重罚 这种罚法相当中 六十万以上 大概 经常是看到上面的数字 所以 在过去 很多的 案件 近几年来 也是急速的 下降到 所以 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 我觉得 在这执法的过程当中 这个 遏阻 怎么去遏阻 他的一个 这个行为 大概 也是目前我们的 一个做法 那 我们是 通往 比如说 毒电扎车屋 是不能容忍的 那最近 大概 在来起来的部分 只会有冲杀的部分 那因为 这个其实 海巡也 非常 卖力的 驱赶 所以 不是每个案件都会大量处理 他其实他在驱赶这个部分 其实是 配了非常多的一个力气 所以 我们真的要 让妙品这些指导人员 他的妙品会长生 他带进来是看得到 但是 他在 这个维护 整个的一个 互渝的这个过程 他在 棘手这条线的这样一个 一个过程当中 他是付出非常多的一个心力 我就 这样子简单的来回家里 谢谢 这位 我们回答 可以接受吗 是的 这位海洋 对大家讲是很珍贵的 遵守 就靠大家共同来遵守 我的制度 都有 和遵守是很重要 所以我刚提到说 教育心 跟职 都要并重 就是我想到前面 一轮鼓励 有吗 各位有没有要理论 对 各位 我这边是海洋公民基金会 的政治研究人员信派 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那个海胆 因为养殖 现在已经有养殖 要三次了 好 那我看那个在澎湖的论坛上面 大家就在疑问说 那会不会跟野生财股的 怎么做区隔 那是不是要像牛奶 他们有贴贴子 或者是像一些工产品有 这个履历 是不是有这种方法 可以做区隔 以免说有些人 那就说我这个是养殖的 可是并不是养殖 它是野生的 那造成这样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我们今天谈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游客的一些行为 那这些行为 其实我们是一个领导 那他不是坐船来就坐飞机来 那是不是可以在机场跟港口 对游客多做一些宣导 比如说我们现在澎湖的垃圾 的问题非常严重 那观光客所造成的这种 隐私性的垃圾的产生 他们从源头减量 包括这个循环杯 或者是说像他们去吃 冰假的一些人都要挂 那整个桌子都是塑胶 一个包起来 造成了 道内的这个垃圾量 非常的大 那第二个就是像海鲜 那我们现在在讲 这些刚刚讲的很多东西 是不能抓的 那没有害害就没有伤害 那是不是跟观光客去宣导 说不能吃这些东西 或者说这些东西 要怎么吃才是何方的 那也包括说像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 潜水的游客潜水的时候 去查一下的问题 那这些应该都在源头去讲 那不然的话这些 当然我们业者也应该 有一些责任去交往这一游客 但是政府能不能 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那以上两个问题 好 谢谢 第一题跟基督 好 我要回到第一题 就是海南的养职这个部分 首先 它要是合法的有两只业者 它有养职跟基督 它是因为要养职 要换卖之前 它一定要跟我们所说 在它养职跟基督里面证明 就是申请它要养职 它要养职那些人就跟基督 它养了多少 多少量 那再来就是 回溯的 它这个 海胆卖到哪里去 比如说它这个 在市场 或是卖到哪里去 那店家 它有去处 所以 它养了一千颗 一千颗卖到哪里 这其实我们有 所谓的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就有基督在养职 整个海滩 所以我们有目标 那其他的这部分 其实目前来看 我们还是限制了 就是 裁股的一个行为 在整个 因为养职它一定是 在进采期 之间去贩卖 才有它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 把相关的一个管理机制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宣讨 所以现在我们 其实也是第一年 去年开放 然后去年就开始登记 然后它一定大小的 都不干售 所以我们有 产类的 市场的机场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来做 检核 那当然 采销鱼利这波 也是我们要 未来要 走的方向 希望也能够透过 所有的公共邮件的认证 相关的一个解练 大概都有相关的机制 来做 我们想到的 也就是希望说 以养殖代替捕捞 让野生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能够 舒缓它的一个 裁股压力 不要集中的一个裁股 让野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海胆 透过养殖来取代 它的这样子 那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 有一天 我们就不再 限制所谓的 海胆的裁股 那是意思吗 就是说 我们现在希望是 养殖来替代 所谓的野生菜股 那这阶段就是 舒缓 这个野菜的 野生菜股的一个压力 这足够来做 所以 也非常谢谢我们 这个 这个养殖场 我们这个 移工带移植吧 看到谁在做 不要不要想到会来 但是我们是 这个 希望免金 这个 社会 比如说 这个养殖场 或是我们 市场 这个官客等等 它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它不是只有公布 我们觉得 正常那个食欲文化 等等 这个都是有关 有助用 做相关的一个 教育 宣讨等等 我们希望用刻画的一个养殖 来取代所谓的野生菜股的一个压力 和共享的正常 谢谢 那很好 希望第二个是 第二个教授 很好 跟大家研究员的问题 第二个这个部分 其实刚才 您知道我提到思惠只是很好 那我觉得 对于游客的这些 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 比较不恰当的一些行业 我个人认为 像我们在山水这一块 其实最有定定所谓的游客想的回答 那为什么要这样定 其实他们直接会去干扰到的 就是包括了居民 包括了生态 包括了环境 那我觉得 曾经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叫做capacity 就是所谓的承载量 那我就跟知性业者讲了 说 100个守规矩的游客 他对于环境来或外 绝对不可能多于10个守规矩 所以基本上叶子本身 就必须要去负起 这个教导游客的一些责任 如果我们全部都要靠公部门 来订定很多办法 其实我会觉得 那个效果应该不会太好 所以这个也是叶子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现在在很多地方 他们不管是贷款 或者是各方面 比如说 我们有那个冬土 他就会要求 所有的这些下水的人 去做物理防晒 而不是涂防晒 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业者要多 近一点七米 甚至于讲到说 这个吃海鲜的部分 包括我自己以前 陪伴就贴过来 我讲到我的信仰 到了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吃土拖 那这个跟价格 其实已经没有关系 这个是已经 跟这个物种 它的存续有关系的时候 我都跟我那些亲戚朋友 讲说 我们不要再吃土拖了 我寄别的鱼给你了 甚至于我是寄一些 香港的这些蒙蛋 他们也觉得刚刚好吃 所以我们很多 金银海信念的业者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 怎么这个东西少那么多了 章鱼就怪不得 他不要再吃了 那我想 大家都有承认了 不是只有靠政府的宣导 或者是老师在那边 一直讲一直讲 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业者是最直接 业者很大 以上 好 谢谢老师 因为我对养殖 不是我的教育 不过我从我的经历 例如说海滩的认证 我想也是跟我们 可以努力 例如说 里面的 那叫什么海滩 里面叫做 颜色台湖变 养殖跟典型的不一样 我上来施班海鱼 他本身设法就可以去辨识 第二点是 刚提到 行完备的问题 例如说 我们理务处 这一款导机 舞蹈 那个人看电 不要抗承 他给有些理事 那行完备 那像 3月30日 国际舞里来的时候 我去付证领会 他们也做行完备 垃圾是一样 可以垃圾困队 这部分 我们心灯里 我想 这部分队 工程医癌 还有一些 武警指导员 像 那个 上路交 其实我在管理处 服务的时候 我们会请 武警指导员 指导 那个 细水的一些旅客 对上 不要碰触 要保护他 还有很多 我们想说 公布人 跟企业 跟我们的印象 为了做个平台沟通 对我们的 为了 跟教育新疆 这部分我们的努力 好 谢谢 那时间是 差不多了 那今天很感谢 可是 谢谢 我想 诚信 不管是期还是年金 还是公布人 诚信 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 营造一个链接 一个 平台的要素 就是我们的讲 也是一个 自由市场合行力 做的一个基礎 我想 原来有信 诚信 那对 CAA的 基本社会哲略 CAA 我想相当的重要 今天的念头 我想 几位的讲师跟 长官都把 面容都把 充实动物 也感谢各位专家 跟写者提供一些 专业的 会见 那在座的 伴侦 做这样 用时间来做 这样的明天 那今天 我想拖今天的 场官 写的 几个这样的 座团 还有 在座 以后 也会同样的 对公布联业 写定 很有信的 这样的重视 我想 对我们的发展 我相信是 反正面的 这样的一个 情况 那 我们也会感谢 我们县政 政风处 以及 判离今天 这种诚信论 更重要的感谢 我们 帮保署的 王署长 以及我们 地界署的 建杂长 以及 唐科大 的吴教授 以及我们 崔光集团的 财经 还有 包压 国际的 租金已经离开了 还有 各位的 还有贵笛 我想 把人中来 增加这个论坛 对整个 未来的发展 我们的游戏 有相当大的 注意 那最后 代表我们 城邦县主 祝各位 先进 能够 身体健康 还有万事主义 谢谢各位 谢谢 今天的论坛告知圆晚结束 再深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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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